郭文貴先生 郭文貴先生 中國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腳步 不會停滯 即使面對一些國家的保護主義 單邊主義 中國也絕不會步其後塵 駐其壁壘 絕不會走回頭路 以及中國政府各個部門的有關領導 在主席台上 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第一大貨物進出口國 已經實現向出口和進口並重大國的轉變 我們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目標 真誠的希望擴大進口 促進貿易收支平衡 各位嘉賓 我們將堅定不移持續放寬外商投資准入 利用外資 是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 還開放性經濟新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我們將堅定不移建設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 中國歡迎和鼓勵外國投資的政策 是一以貫之的 近年來圍繞外資關切和訴求 我們著力改善營商環境 中國將更好地營造 法制化 國際化 便利化的營商環境 更好地吸引 保護 管理 外商投資 我們將繼續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禁止強制外國投資者轉讓技術 加大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 以及我們各方面的執法 建立懲罰性侵權賠償制度 顯著提高違法成本 我們將進一步提高 政策透明度和可預期性 尊重國際營商慣例 在政府採購項目等方面 對在中國境內註冊的各類企業 一視同仁平等對待 讓外資企業在公平競爭中 實現更好的發展